连续几天台股大动荡 盘中上冲下洗 虽然收红却在万七门前跌倒 万七会不会变成台股的天花板呢 另外震荡沙盘的时候 法人却在趁乱减便宜 哪些标股赶快跟着买 今天节目中告诉你 股市人炒店标股在里面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诗位 今天邀请到的是大家都很喜欢 而且期待很久的陈维泰分析师 维泰哥你好 诗位好大家好 维泰哥上礼拜你没来 有一些朋友说呢 维泰哥去哪里了 我去澎湖 去澎湖玩 我去澎湖 听说有看到花火节对不对 最近这几年的澎湖的花火节 我个人觉得是越办越好了 光是他那个烟火的一个样式 就跟前几年不太一样 诶但维泰哥你知道吗 这个台股的烟火也很多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维泰哥带来的主题 台股呢在立功万七的路上跌倒了 万七会不会变成是天花板呢 另外在沙盘过后 满地的钻石 法人趁乱正在捡便宜的标股吗 有哪些标股值得留意 陈维泰分析师来告诉你 好来看一下今天台股 在开盘之后呢 一度的是攻上了一万七千零八十八点 只可惜在接近五盘的时候 卖压涌现 最后呢下跌 最低曾经来到一万六千七百六十四点 而幸好在台股呢 拉了尾盘之后 台积电 鸿海 长荣 中钢都上涨了 最终呢是上涨了一百五十点 说在一万六千九百九十四点 涨幅是百分之零点九 成交量依旧是维持在四千八百九十九亿 比较可惜的是呢不仅呢台股虽然上涨了 但是并没有突破万七也没有突破月线 贵买指数的部分也是今天下跌的 下跌了百分之零点四三 成交量则是六百五十九亿 贵买指数依旧是跌破了季线 三大法人买卖超部分今天合计总共是卖超了七十二亿 其中呢值得留意的是呢外资今天卖超71亿 而投信则是买超16亿 好看到这边要请教一下维泰哥了 今天的盘市呢最后是拉了尾盘 但是拉的都是大型的全职股 包含了台积电啊中钢啊鸿海等等 那问题是很多的股民呢手上都拥有的 还是一些中小型股却不是涨势惊人 那接下来应该要怎么看待这个盘呢 好我们看到今天的一个台北股市 大概在整个11点之后 一波下沙之后在尾盘就出现 缓步往上做跌高的一个情况 甚至呢看到它在12点半之后 接近11点的时候 甚至在往上去做一个类似神龙百尾的一个情况 使得今天呢它在整个的一个指数 收盘上涨150点 然后在日K线上面来讲 是留下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下影线 那比较值得留意的就是 刚刚从思维的一个说明的时候 我们可以发现到 今天其实OTC跟集中市场 也就是贵买指数跟集中市场的加权指数 他们有一点点展示的分歧 对不对 因为上市是涨的 但是贵买市场其实是下跌的 对 这可能就是跟刚刚思维所提到的 就是现在很多的投资朋友 因为他们手上的一个持股 可能都是一些之前很标的这些中小型股 反而不是这些大牛股 不是台积电 不是中钢或不是台泥等等的 所以在今天往上去做拉台的时候 他们手中的一个个股就没有什么涨到 但是我个人认为其实短线上面 这边其实是有止跌的一个机会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不管是在加权指数 或者是OTC指数的部分 其实现在都面临到的就是在 季线附近的一个支撑区 对 尤其是在这个集中市场的部分 我们发现到今天是领先收红K的一个表现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在这个礼拜一 然后礼拜二 这个往下去做下沙的 这种所谓的一个短线上面的 一个卖压的宣泄 大概到今天为止暂时告一段落 然后可能在明天或者是后天 最快在下一个礼拜 台北股市是有机会 往上出现止跌跟反弹的 只要美国股市没有在这边扯后腿的 情况之下 但是往上做反弹 还是要观察它的强度 到底够不够强 好 怎么说呢 怎么看呢 就是我们看到在4月2 怎么说在前两天 也就是在礼拜二的时候 那时候成交量破天荒来到了6000多亿 史上最大量 对 那一天曾经来到6300多亿的成交量 而当天是属于收黑K的一个表现 那同样是在4月25号也曾经出现过 有曾经出现6000亿以上大量 可是呢 4月25号的一个大量 跟我们说这个礼拜二所出现大量 他们之后的发展就不太一样 有什么差别呢 就是你可以发现到 在4月25号当天 报完大量之后的隔日 是出现开平往上做走高 收红K棒的表现 换句话说在4月25号的6000多亿 当时是一个多方的换手 可是呢在这个礼拜的6000多亿 看起来到目前为止 是属于短线上面的套牢区哦 所以在下个礼拜如果台北股市 有机会往上去做反弹的话 我个人认为这个6300多亿 也就是这个礼拜二的这个长黑K的高点位置 大概是17300点左右 对大概在17300点附近 这个价位 看能不能够成功去做一个突破 如果有机会去做突破的话 我个人认为现阶段 其实台北股市应该只是一个高档的涨多整理 还不至于会出现偏空的走势 我好希望时间加速赶快来到下礼拜啊 好 我来看一下呢 刚好网友问的第一个问题哦 这是要来请教一下维泰哥了 大盘如果持续的17000点占不稳 那是不是趋势就会开始转空的呢 这个问题问题非常好 其实在股价或者在指数的部分 不是只有多跟空 还有第三个选择 是什么 整理 盘整 对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短线上面 如果它没有办法站上17000 其实充其量来讲就是告诉我们说 这边多头可能暂时休息一下 可是呢会不会转为空头这件事情 我觉得还需要一段时间去做验证 但是我只能够说短线上面 确实有可能会出现转弱的一个机会 但是还不至于偏空 OK好 所以人生不是只有非黑几百啦 不是只有空就是多 还有一段中间的灰色时期叫做盘整 那最重要的就是呢 像维泰哥刚刚讲的 就看下礼拜有没有机会可以站上 这个星期二所的最高点17300点左右 那会是一个关键的部分哦 好那来看到第二题呢 网友问说台股震荡的这么大 那手中套牢的股票应该是要停损 还是要续报呢 其实我要先确认就是说 你手上的套牢的股票 到底是属于哪一种类型 怎么说 如果你当时的套牢的股票 也是不小心追高的 然后又是一些之前我们常讲的投机跟转机股 那这时候呢出现往下去做走跌 然后你的股票是套牢的 我个人认为说要趁反弹的时候去进行一个减码 为什么 因为接下来大家 因为当时大家在一个浪头上 大家觉得好像怎么买都怎么赚 可是现在一定要有人被套了之后 这个追价的买盘可能就会大打折扣 那会不会反弹 然后回到你的成本 这就是一个问题了 所以如果你手中的持股是当时追高 而且同时它本身基本面又不够好的话 我觉得你就要稍微去思考一下 是不是要去做一个换股操作 或者是就停损 那可能有人会说 停损老师就赔钱了怎么办 对啊老师还是赔耶 我跟你讲就是说停损是为了未来的机会 如果你现在没有去做停损 你钱就一直套在里面 等到如果真的行情再下来了 你想要再低档去把它买回来 或者是低档去做承接动作 你反而没有钱了 所以其实今日的停损是明日的机会 我写完这一句 今日的停损是明日的机会 现在及早做停损 未来才有机会继续拥抱更多的标股 那我们来看到第三题的部分 是之前比较强势的股 比如说像是面板股 友达群创或是航运股的部分 似乎最近有点降温了 那降温之后这会是买点吗 还是其实有点小赚的话 就赶快卖了 韦泰哥怎么看 好 如果说从最近的一个行情 尤其是类股的一个成交比重来看的话 事实上我个人观察 就是非电子股的部分 也在传产股的部分 其实他们热度 并没有降得非常的多 所以如果说在讨论面板跟航运 就是传产跟电子 这两块来去看的话 我个人觉得其实 航运股其实应该还算OK 但是是不是要这时候去做加码买进 这件事情我就会比较保守 可是面板股的部分 我觉得因为前阵子 在这个礼拜一开始 跌得蛮重的 尤其是像群创指标股 还曾经出现过这种 下沙到跌停的一个情况 所以像这种个股 因为它股价跌得比较重 那换句话说 它往上去做反弹的时候 也容易会面临到 就层层的解套去卖压 这是属于短线上面的部分 那你可以从我们现在的 这个图表上面可以发现到 法人其实对于群创 大概在五月份开始 都是属于站在卖方的 对耶 大家可以很明显的 看得到在我们的图表上面 最下面是三大法人 买卖超的部分 对于群创几乎都是卖的 对 那既然法人都在卖 我们何必要去跟法人对坐呢 我们对抗不了大鲸鱼 那就跟着大鲸鱼走好了 对啊 打不赢它就跟它做朋友 跟它站在同一边 所以下面板股像群创 这边就是法人就在了解 那另外一档个股 2409友达 也同样面临照这样的情况 结果是一模一样样的走势 还有一模一样样的 法人的这个筹码的布局 对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 法人在卖超的结构之下 我认为就算你认为这个面板股 可能或许还有机会 但至少我个人认为短线上 或许再稍微等一下吧 再等一下还是先做个停损 如果你之前是追高的 我认为现在就要找机会去进行一个减码了 因为通常法人一旦去进行调节 因为之前买了很多嘛 对 它不太可能两天就把它卖完了吧 它可能会卖一段时间 所以它的修正或者是整理的期间 可能会脱离比较久一点点 所以我觉得站在资金的实用的效率上 我认为可以先考虑去进行减码或者是换股 把钱抽出来 换到一些 可能未来一个礼拜有机会的个股上面 好 那另外要来看到的是航运的部分 也就是呢 我们维泰哥认为其实后事可期的部分 你看看哦 刚刚的这个面板股 友达跟这个群状 他在从高点回杀的时候 是一口气回到了月均线 甚至还跌破月均线 可是你现在看长龙 他在这几天的一个调整跟修正 他其实连月均线都没有摸到 然后你看他的法人的进出 也并没有像刚刚的友达 或者是群创一样法人持续站在卖方 那现在看除了长龙之外 看另外一档像阳明的部分 26009阳明也是 他在这边这几天的一个修正 其实股价好像没有什么跌倒 虽然说法人有在那边做做调节 可是对股价的影响性 并不是这么样的一个大的冲击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就以这个阳明 或者是长龙这两档指标股来看的话 航运股应该还可以稍微再续报一下下 而且如果维泰哥这样提醒之后 发现他现在的股价跟月限距离的 范围还是相当的远 所以其实还是可以稍微放心 好 这次有关于这个航运股 跟面板股的部分 帮大家来来做个补充 等我回来的时候维泰哥要告诉你 如何跟着把人一起来捡便宜的标股 请上网搜寻股市热炒店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哪些股票会涨 哪些股票会跌 独家标股在哪里 股市热炒店告诉你 欢迎回到股市热炒店 投资online的节目现场 我是施卫 如果你喜欢股市热炒店 喜欢维泰哥的分析的话呢 非常欢迎听众朋友 可以上youtube搜寻股市热炒店 请按赞订阅分享以及开启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每一次呢 维泰哥上节目的时候 带来许多精彩的标股了 而今天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呢 在沙盘之后满地的钻石 法人却是趁这个时候呢 要来减便宜以及赚进标股 要来跟上这一波咯 邀请维泰哥来告诉我们 好 最近其实行情 杀得比较凶 就是在礼拜一礼拜二的时候 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原因 是在于什么融资的一个杀出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在 最近台北股市的一个现况 我个人认为其实现阶段台北股 是正在处于一个涨多修正 我们从这一万两千点 涨到一万三一万四一万五 现在来到一万七 它确实已经涨一段时间 也涨一段空间 所以现在大的格局里面 是属于涨多修正 那么在个股的部分 则面临到另外两个修正 一个叫做本益比的修正 一个叫做纯码面的修正 那什么叫本益比的修正 就是有一些个股业之前 涨太多了 它的本益比来到四十倍五十倍 甚至来到六十七十倍 超夸张的 哇 这实在是有一点点夸张 对 尤其是在最近又要准备公告 第一季的一个财报数字 所以呢在整个 如果你的股价涨太多 然后你的EPS财报上面的数字 又跟不上的话 很可能就会被市场 去做一个卖出的动作 这叫做本益比的一个修正 是 然后第二个纯码面修正 这跟我们在前阵子 我们一直提到的 融资与的持续创新高有关 可是呢这样子的现象 在这个礼拜开始 已经做了一段改变了 怎么样说呢 我们来看一下在 接下来的 就是最近融资余额的部分 对我们来看一下 最近融资余额的状况 它的变化幅度 对 我们看到在5月3号的时候 在集中市场 融资余额单日减少了 49.44亿 在这个表格的左下角 是 也就是礼拜二台股下跌 然后创大量的那一次 对 然后呢5月4号 也同样是出现 融资余额减少 而这次第二天减少的 张数跟金额就更多了 它一天减少了88.97亿 几乎是前一天的快要一倍 这样子的一个金额 那这两天减少就将近有138亿 这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说之前用融资买进的 这些的一个投资朋友 在这两天 因为行情的震荡 他有点吓到了 就把之前的这个买进的一个个股 去做一个抛售的动作 好 那这些用融资买进的这些的一个筹码 基本上都是属于比较偏短线操作的 那这些短线操作的筹码这边被洗出去了之后 那事实上呢这村马到底去了哪里就很重要 那到底去哪里我们等一下再跟大家做讨论 我今天再补充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可以发现到在这张表格里面的右边 我们看到资券跟现股当充的这个栏位 你发现到在5月5号也就是在昨天 看到资券的增减跟现股当充的一个增减的部分来讲 是出现明显的一个减少 一天就减少了将近有170亿万张 换句话说其实现在大家对行情变得比较谨慎 那变得比较谨慎的情况之下 成交量也变得比较萎缩 是 所以我个人认为接下来行情的部分 应该很有机会在高档进行强势整理 但是如果说要往上去挑战前波高点的话 要再创新高的话 成交量势必还要再往上去做放大 OK好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得到呢 融资的热情比较退散了 包含了像交易量成交的这个张数呢 也往下的收链来做一个修正了 我们来看到了下一面的一个部分呢 则是看到贵买市场的部分 也就是店头市场 对 店头市场的这个反应 就比刚刚的集中市场来的更为明确 为什么 因为它不只有两天融资减肥 它连减了三天 第一天减22亿 第二天减26亿 这样子就已经有将近有48亿到49亿了 再加上昨天又再减了10亿 所以大概就已经减了59亿 将近快要60亿的一个融资的减肥的一个金额 换句话说 其实在这一次在店头市场的部分 其实融资减肥的这个速度是比较快的 就我这边我也稍微预期一下 如果下一个礼拜 真的如我们的预期 它有出现尺跌跟反弹的话 我个人认为 店头市场里面的这些中小型的个股 会谈得比较快 也就是它的表现 贵买市场的表现 会比上市的表现来得更好 就是说个股的部分 因为它减肥减的比较多嘛 对不对 减肥了之后身体变得比较轻了 就跳得比较高了 这样懂吗 懂 好 我来看一下 那下面则是投信法人的部分 三大法人买卖超 外资投信跟自营商 他们的进出情形 好 这跟刚刚的融资的变化 刚好相反 你发现到 虽然说外资在这两天是卖超 因为美国股市在跌 所以外资卖超很正常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到 投信却在这两天 逆势站在买方 一直在买 对 昨天投信小买了2亿 但是今天投信却大买了16.11亿 换句话说呢 他在这两天已经回补了18亿 相较于5月4号 投信单日卖超20亿来讲的话 他就已经回补了9成以上的金额了 对 所以说在这两天 在融资在这边去做恐慌性杀出的时候 反而投信法人是在这个时间点 低档减便宜 所以我们的标题下的是 投信法人见列星系 他在他加码 在我们的台股市场当中的时候呢 一定也是看到了许多 还不错的基优股 是可以趁着这一波 把它买进的 对不对 趁着法人 在趁着投信 趁着这个融资去做杀出的时候 风低去进场减便宜 好 那融资退场的法人买进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法人买的都是哪一些的部分呢 这是最近三天投信买超的 个股的张数 第一名 中钢 现在大家很热烈在讨论的 也非常多朋友在问说 中钢到底会不会回到50啊 还有10年前买的中钢 到底有没有机会解套啊 我想说的事情是 投资朋友你们想太多了 因为如果你用还原全职来看的话 你早就已经赚钱了 你还原全职来看 你股价已经创下 DIS的新高了 所以中钢是赚钱的 不用太担心好吗 而且我发现这边很有趣的是 那个维泰哥整个投信买超的 个股张数的前十名当中 只有维刚是电子股 其他全部都是传产股 对 所以我刚刚就说嘛 好有趣哦 就是说现在的类股的 一个成交比重来看 似乎还是落在这个传产股居多啦 对不起还有滑邦店啊 不好意思刚刚没看到 没关系 所以呢 如果说你今天手上的一个个股 是属于传产个股 然后小套的小套的部分 我觉得暂时不用太紧张 因为现在热度 都还在传产股的身上 那这张是前近三日 投信买超的个股张数的前十名 可以发现这前十名当中呢 其实刚刚斯伟有提到 电子股只有两档 分别是滑邦店还有微钢 记得微钢是电子股 不要因为有人钢 都觉得它是钢铁股 微钢是电子股 对对对 所以其实传产股 可能在接下来 还是目前盘面上面的一个 多头的重心 好 下面我们来看到的是呢 除了张数之外 我们要来看实际的金额 这更能够贴近投信它 买卖的部分 它的投注的部分 对 有些个股单价比较低 它可以买张数比较多 可是我们在付钱的时候 是要看付出多少金额 总金额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要看总金额比较准 那金额的买超排行前十名 分别是中钢长龙又有一钢 阳明唯新大神钢 华邦电星光钢 技嘉跟中宏 所以其实如果 占传产的比例来讲 还是比较多 可是在这张表格里面发现 有一些的一个个股 电子股的部分是刚刚在 看买超张数里面看不到的 但是因为它的价格是比较高的 股价比较高的 所以乘上张数之后的总金额 它就进入了前十名了 对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会针对 这两张投信买超的排行个股 去找找看 哪一些个股是投信站在买方 但融资却出现减肥的 好 所以各位如果在这一波想要跟着 投信一起来减钻石的话呢 要赶快来看一下 下来我们所介绍到的个股的部分了 首先第一档呢 我们要先跟大家介绍的就是 大家都在讨论的中钢 对中钢 那我们从中钢的日K线可以发现到 的确中钢在前面的这两三天里面 发现到的融资是有出现减肥的情况 但是它的投信却是从四月初一直买 几乎是天天买 看买天天买 所以像这种情况就是融资有在缩手 有在减肥 但是投信持续做加码的 像这种个股 因为筹码面就更有利于多方发展 所以它的股价在今天又创下破断性的新高 是好 所以手上有中钢的朋友 就好好的把它抱紧紧 应该是可以先做去抱 给你暗条条是这个吗 这个谈语 我非常感谢我们的小编 他居然做了这个动画 把这个融资跟投信之间的销涨 把它特别的框出来 太优秀了 所以大家看的时候要记得看那个红框框 很重要 这档是中钢还有下一档呢 我们来看到的是中鸿这也是钢铁骨 对 中钢跟中鸿是这个母子公司的关系 一个上游跟下游 那中鸿我们可以发现到 同样的在前两天也是出现 融资有短时间的一个减肥动作 但是呢在这个同时间 其实投信却在这个时间点 去进行持续的一个加码 所以这个其实也可以发现到 在今天中鸿也是创下波段性的新高 甚至在收盘还说在涨停板 就是这个原因 强 中钢强 中鸿一定也跟得强 因为他们是母子大 下一档我们也要看到的是钢铁骨 很多人在讨论的是 跟美国大基建还蛮息息相关的 大成钢 对 大成钢跟我们等一下 可能看到另外一档叫星光钢 这两档个股跟中鸿 中鸿的差别在于 大成钢跟星光钢 它是属于不锈钢相关的一个个股 OK 不锈钢相关的个股 所以其实跟中钢跟中鸿来讲 他们可能不同族群 可是因为不锈钢相关的一个报价 也持续在往上做走高 所以站在这个报价持续走扬的情况之下 反而也在持续进行一个买梢动作 所以看到大成钢在最近 它的融资部分来讲也是呈现了 有出现下滑的减肥情况 那同样的呢 在星光钢的部分其实也是 也看到在星光钢 它的整个股价也维持在相对的高档 融资也继续减少 那么在投信也持续在做加码 好 所以包含了大成钢跟星光钢 也可以提供给大家来做个观察的个股 下面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台项 依旧是在传产股 对 而且台项在今天也创下 波段性的一个新高 那一样在这个礼拜的 礼拜一礼拜二 那你会发现到融资也是呈现了一个减少 也是出现一个减肥的动作 同样的在投信 在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都站在买方 甚至从上礼拜开始 投信就站在买方了 所以这种投信持续买进的这种个股 那融资又持续的一个这个出脱 出马面其实相对稳定 股价其实是有机会 持续往上做走高的 好 同样的模式可以复制到 下一档的南仿上面 也是同样的走势 对 南仿这边也可以观察到 在最近一个礼拜 融资也是出现了一个下滑跟减肥 那么在投信在五月初也在持续做加码 那么在四月份也看到投信在做买超的一个动作 所以在整个四月份到五月份来讲 其实投信基本上好像有一点点只进不出的味道 那这种只要短线上面的一个融资余额进行一个减肥 那基本上在股价我认为都还有往上去走走高的机会 好 下面当股票我们要一起看的是技嘉跟维新 因为它跟前面的走势不太一样了 法人的布局跟融资的走向 韦泰哥 对 在刚刚的两张投信买超的表格当中 如果说按照投信买超金额去排行的话 其实看到技嘉跟维新就上榜了 那我们可以发现到在最近其实有很多电子股都杀身隆隆 对 但唯独就是观察到好怪 为什么技嘉跟维新他们的股价好像没什么跌 是 怎么你看它的这个股价的走势 你还以为它是传产股 真的 真的有像 对不对 还就是传产股 它不像电子股 电子股有的就是杀到月线杀到季线 它还远远的把那个月线抛在下面 对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当然跟它的筹码面的结构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可以发现到在技嘉 它从三月中开始股价往上去做走高 但是它的融资的部分就持续在去做减少 可是呢 同样的期间 投信却是持续站在买方 换句话在同样的期间里面 融资在减少 投信在加码 所以在整个结构上来看 就是一个筹码面相对比较稳定 筹码流到法人手上的一个结构 那在这样的结构之下 当然它的一个股价 就有机会缓步往上去做一个攀升 相对的比较稳定 维新也是一样的状况 对 维新你看它的一个股价也是一样 就是缓步的往上去做一个攀升 完全不像电子股的一个种子 那一样我们看到在融资月的部分 融资月也是在这个三月份开始就出现 持续的一个减少的一个动作 而且投信同样在这个时间点是出现买超 而且是持续做加码的一个表现 甚至在这两天投信买超还非常非常的积极 那股价也来到了波段性的一个新高 所以在这样子的串码结构之下 我们都认为说它在下个礼拜 或者是未来的一个航行变化上 是还有可能会再往上去做走高的 OK 好 所以呢这几档股票呢 分享给大家我们也要请维泰哥 最后帮我们做一个总结了 这段时间的操作策略跟新法 好 你要跟投信的一个单 就必须要知道投信操作的一个惯性跟手法 因为投信只要一旦去做一个决定要买进 它就会持续买 所以只要投信持续买的话 我个人认为投资朋友 你就可以稍微放心的去进场做承接 但因为考量到最近震荡的几率比较高 风险比较大一点 对 所以我就在承接的时候 是采取分批承接的方式 会比较恰当一点点 好 那如果说 哪一天我们发现到投信他不买了 他从原本的一个买超转为卖超 那我们要知道说因为投信之前是一波段 一直买上来 所以他在卖超在调节的时候 也不可能在一两天就调节结束 他也会出现一个时间的一个调节 所以这时候只要投信看到 由原本的买超转为卖超 这时候我们可能手上的持股 也是顺势去进行一个调节 跟获利了解 简而言之就是投信买跟着买 投信走了也赶快跟着出场 对 不要留恋 司机都下车了 你乘客还不下车要等什么 到底要去哪里只能在原地了 好 所以请大家要来分享到今天的这一集 内容真的是很精彩 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大家帮我们按赞 订阅 分享 以及开启小铃铛 每次维泰哥来都带给我们 满满满满的大内容 真的是太棒了 非常地谢谢维泰哥 谢谢思维 谢谢大家 拜拜